资深音乐人陈志远今年初因为大肠癌告别人事 为了纪念这35年来陈志远对乐坛的奉献 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将在12月份筹办一个纪念音乐会 许多曾经和陈志远合作过的好朋友 还有他的夫人陈若葵也特别到场 一起分享彼此的共处时光 场面感人 人称音乐怪博士的陈志远 是台湾流行音乐工作者的重要典范 今年3月以大肠来告别人事 为了纪念这35年来陈志远对乐坛的奉献 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将筹备纪念音乐会 许多好朋友特地到场 回忆与陈志远的共处时光 印象是跟他一起工作常常有意外的惊喜 就是说他有很多东西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好 就是出现了这样 我们这些音乐工作者 其实有大很多很多的营养都是来自陈志远 可是你要会贝子 又会吉他 又会鼓 又会小提琴 又会钢琴 那你怎么可能都会啊 透过影片放映 陈志远工作时的身影又再次呈现 夫人陈诺奎 凝视屏幕 双眼泛着泪光 微微的点头 传达对丈夫的思念 其实对音乐还是热情不解 所以各式各样的音乐的编曲的方向 他都能够照他的逻辑把它完成 所以他真的 对我来讲 他真的是很伟大 一直到去年年底 我找他的时候 他已经不太能够编了 在华语歌坛 我想以词曲作者来讲 我应该是跟陈志远合作 最多的一个作词家 那 所以我就想 以我们合作过的 包括有一首是编曲的作品 来纪念他 再回首 你已经潇洒走一回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天天想你 今年12月份的纪念音乐会 将邀请苏睿 王杰 李宗盛 张惠美 张清芳等人 参与演出 将吐过动人的歌声 纪念陈志远在乐坛的 不久典范 新台南的电视 曾一号 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